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指导员 这水真的很浅啊 真的挺浅 我刚才下过 四景 待会儿你先下去 火力侦查 好 老魏啊 你还战动英雄呢 你进来水就这么害怕呀 指导员 你不知道 咱队长啊 小时候在水塘里 差点被淹死了 气 真的吗 差不多吧 那这学游泳就有点麻烦了 没办法呀 麻烦也得学 我呀 窝出去了 四景 下水 好 队长 没问题 能草药转上来 下来吧 好 慢点啊 快点啊 有门 真的浮起来了 队长 你想想你那屋里 那凳子上怎么练呢 你用俩下试试 行呗 行啊 你别原地打圈啊 往前游 对 我是上前游啊 队长 说往下压水 队长 那气囊 气囊跑了 队长 那气囊 气囊跑了 没事没事 今天收获呀还是挺大的 要不是那两个气囊 哎 气囊呢 哎 队长 您 您这刚才瞎扑的 那气囊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坏了 这要是丢了 这丁准妹肯定都知道了 没关系 我就说我弄丢的 四季儿 哎 回头啊 你再学们两个来 哎 四个 队长 我看那气囊不靠谱 哎 我看那小鬼的船上 有那个救生圈 回头给你偷两个 哎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啊 啊 还是你小子鬼尽量 嘿嘿 嘿嘿 哎 呦啊 加班练习呢 我可不能 让别人把我给看扁了 你要下水了 哦 练习练习 跟老魏一起去的吧 你火眼睛睛吧 一下子都看出来了 哎 你们俩呀鬼头鬼脑的 瞎子都看得出来 哎 没办法 谁让你这师父不教呢 只能我教了 哎呀 他呀笨得跟狗熊一样 我教他 他能学会吗 哎 你都没试过 你怎么知道呀 要不这样我出个主意 让他教你打枪 你教他游泳 相互学习 互相帮助 怎么样 拉倒吧 我真怕我一时没忍住 把他按到水里给淹死 至于吗 你俩有那么大的仇啊 哎呀 仇倒是没多大 就是啊 这命理相克 没缘分 我跟你说 你这样的话会影响工作的 这个你放心好了 我这个人啊公私分明 绝对不会耽误工作 哎 辞职不对啊 要不还让老魏教你吧 不 那你教他游泳行吗 没班 考虑考虑吧 不许弄 干什么呢 你们几个臭小子啊 多大了 毛还没长齐呢 就想出来打结啊 谁打结啊 我看你又从粉面子 像个奸细 奸细 什么叫奸细啊 反正不是好人 对不是好人 还真让你们猜着了 我的确不是什么好人 赶紧给我滚蛋 要不然老子就不客气了 嘎嘎 咱们还是赶紧撤吧 你一个捞蛋 人家吓回去 你就跑啊 不许走 站住 小兔子 一帮大人欺负一个小孩 有意思吗 这个老兄 你没看见 这几个小兔崽子 在向我们挑衅吗 他们拿的是红银枪 你们手里还都有家伙呢 像吧老 怎么说话呢 知道这位爷是谁吗 谁啊 是皇帝老子啊 还是委员长 谁也不能欺负小孩啊 你总不是孩子吧 我欺负欺负你总行吧 小心你的枪别走了 别动 你这什么人哪 一个好管闲事的人 爷 我看这小子来路不正 像是个土匪 要不要废了他 二爷 不要节外生枝 马尔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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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 我在附近办事 顺便过来看看你 没想到一上岸 就碰见这么个野汉子 你说什么呢 这位先生是我同学的朋友 你们还五个人欺负人家一个呢 是他先动的手 你看 把我们的枪都拆成零件了 原来几位是骆小姐的朋友啊 一场误会 赶子 走 插鱼去 喂 你叫什么呀 我姓魏 叫我老魏就行了 老魏 先生 你看见小诺 让他来找我玩 好 再见 听说电信庄也开战了 你哥很不放心你啊 可不是吗 前几天来了一帮日本人和黄邪君 闹得鸡飞狗跳的 有一天晚上还打了一夜的机关枪 吓得我都没敢睡觉 好像还神龙血灵了 对啊 神龙闹得可厉害了 还咬死了两个黄邪君 马尔哥 你还是带我回去吧 这儿太吓人了 我还要顺便办点别的事 带着你不方便 等我回西安城以后 我跟你哥说一声 让他派人来接你 一来一回 还不待好几天啊 关于那个神龙血灵的事 你还知道些什么呀 神龙是白洋店的保护神 反正本地人都挺信这个的 据说神龙的脾气可爆了 谁要惹他生气 他绝不会放过的 阿贤 你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大学生 怎么也相信这个呀 紫月 尽甚而远之 不管相不相信 总之别惹他就是了 最近这个村子里面 有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人呢 奇怪的人 什么叫奇怪的人 比如说八路 土匪什么的 我看那个老魏 就有点奇怪啊 我上哪知道去 最近老打仗 我都好几天没出门了 今天刚刚出来放风 就遇上你们了 你问这个干吗 随便问问 好奇嘛 小诺 有情况 怎么了 我刚从店边回来 碰到了五个带枪的人 唯一守的叫马二爷 那个人跟你的同学洛欣认识 跟洛欣认识 对 你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吗 那个马二爷我见过 上次独立团 被鬼子射圈套的时候 就是他帮助鬼子 从另一条航线 把物资运走的 难道是信义堂的二当家 马友德 对 应该就是他 洛明义是信义堂的大当家 那洛欣应该跟马友德很熟了 可问题是 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来电信中 他和鬼子是什么关系 信义堂和鬼子又是什么关系 信义堂是保定区最大的船帮 一旦和鬼子勾结上了 我们到时候想掐断鬼子运输航线 就很难了 对 所以我觉得 洛欣是一颗很重要的棋子 你的意思是 你应该去接近他 把这些情况摸清楚了 行 我尽快去 另外 在没有搞清楚洛欣的立场之前 千万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我知道的 师妹 通知所有队员明天到村外训练 另外晚上加两个暗哨 我带四姐亲自去宋家大院盯着 我看你是太神经过敏了吧 也许人家只是走亲戚呢 刚才我确实有点大意 把那个保镖的枪给拆了 他们肯定会怀疑我 不管他们是不是串亲戚 总之我们不能大意了 是啊 那你要小心一点 我知道了 我说这名誉啊 也太不像话了 把这妹妹往这儿一扔啊 就不管不问了 这都多长时间了 也不露个面 九老爷啊 大哥最近很忙啊 不过他一直非常惦惦你 还有洛欣妹子 所以特地派我过来看看 都忙些什么呀 这个日本人一直想把我们信义堂 收编成他们的合防大队 大哥正在跟他们周旋呢 你回去告诉明毅 千万不能当汉奸 否则呢 这死了都没脸见祖宗 老头子 那就许你当那维持会长 那就不许 明毅干那什么合防大队 这是一回事吗 我干那个维持会长 他是个虚险 主要是维持乡里 这合防队啊 那可是跟日本人捆在了一起 这跟黄邪军是一个性质 大哥很为难哪 你这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乎了 别人就会说你是汉奸 要是跟日本人闹僵了 我们信义堂上上下下一千多口子 就得喝西北风啊 左右不是人哪 舅舅 我想跟马儿哥回趟西安城去 还能帮帮我大哥 你个大家闺秀 少参和这些出头露面的事 舅舅 你哥把你交给了我 我就得对你负责任 我都已经二十二了 我自己能做主 什么时候你出阁 我就不管了 费河 费河 大县 你喝 你喝 马王 小梁 马王 来来来 赶紧喝了 赶紧 赶紧喝了 刀上 来来来 哎呀 黄兄弟 我实在也不敬了 你们喝 咱去 哎呀 真是 吃袋吃袋吃袋 哎 兄弟 我听说 咱突然出了个什么 神龙显灵的事 是不是真的呀 当然是真的了 我都亲眼看见了 那天晚上我上茅房 就感觉眼前一画 看见一个黑影带着一股兴奋 抓了一下飞过围枪 当时就听见 啊的一声 把我吓的 茅厕我都没上 直接回屋了 改日才知道 神龙啊 用他那个爪子 挠死了一个 黄邪君 这么邪乎啊 哎 你说那个黑影 是从后院 翻到前院去了 那哪是翻呢 那是飞 是啊 我还看见神龙在天上飞呢 亮着大眼睛 给灯笼似的 灯笼算什么 那还有叫唤声呢 我告诉你啊 那东西啊 太瘆人了 叫唤呢 就跟那个 唢呐 吹走调了一样 对 对 灯笼 唢呐 好好好 再别谈这事了 听起来就瘆人 来来来来 喝酒喝酒 来来来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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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喜欢兄弟 咱村 前是不是有土八路啊 你说那是护卫队 那是村民自发的民主团 跟土八路啊 没有关系 而且上次鬼子来脚当的时候 把他们那种连货给端了 听起来和队长 都给弄死了 你们跟他们很熟啊 兄弟 我们怎么可能和他们熟呢 我们老爷管得特意 平常没事的时候 不让我们随便出去 咋一说了 这帮乡下人 我们平常 比他们都是进而远之 是不是兄弟们 是 对对对 应该的 应该的 来来来 我再敬大伙一位啊 来 买上 买上 上套点 上套点 小诺 诺欣一 你怎么老不来看我呀 谁向你大小姐没事干啊 春梅 你带她到别墅去休息去 好 来 这边 你来这里干什么的 上次问你 你也没说 我准备在这儿开办一所学校 在这儿教书 你真了不起 我还可以教他们画画 当然可以了 不过我跟你说啊 没有薪水的 谁稀罕你那些薪水啊 对了 那个姓魏的保镖怎么没来 人什么时候成保镖了 你别乱抢 人家是教员 教国文兼体育 她也教书 嗯 看她身手不错 像个教体育的 喂 大嫂 嗨 您好 您好 您知道村里有什么人的事吗 你 我知道 你 知道 说实话 说实话 关于信仪堂的事儿 我基本上一无所知 我哥从不让我插手 说这是言麦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但据我所知 信仪堂和日本人走得很近 我就担心你哥 他会做错事儿 你是说当汉奸 不会的 我哥最崇拜良山好汉了 为人很忠义 但不管怎么样 信仪堂家打业打 舆论混杂 有些事情啊 并不是你哥一个人能掌控的 假如说你能帮忙的话 那就更好了 你还是饶了我吧 我可不会干那些事儿 你还那么谦虚 好歹是个大学生呢 其实 说实话吧 我是没那个心气儿 我只想安安静静地画画 只可惜啊 这山河破碎 你容不下一张书桌了 你还挺多手善感的 表哥 你进来干什么 老欣 我有些话 想单独和小诺说 什么事儿啊 这么神神秘秘的 先回避一下 哦 了解了解 我马上回避 浩哲哥怎么了 小诺 昨天和马有德一块来的四个人 很可疑 其中有个姓氏的 他一直在打听消息 好像已经猜出 你们弄得神龙显灵的事情 是糊弄人的 还有 他一直不停在问 这儿有没有 这儿有没有共军和土匪 那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看不出来 反正不像是好人 你们还是要多加小心 谢谢 浩哲哥 现在正值国家用人之际 你有没有考虑过再次出山 我已经是个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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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上的病并不是你致命的伤 致命的是你的意志力 被击溃了 你还记得我们上高中那会儿吗 你到学校来接你表妹 我记得当时 你穿了一身鼻挺的军官服 威风凛凛的 我们全校女生 都视你为心中的偶像 别说了 浩哲哥 我相信你会走出来的 刘欣 不用送了 好吧 那我走了 嗯 再见 再见 inte and て me 四星 是 四星 快走 有情调 这你的 我好像从哪儿见过 队长 咱要不要跟上去 走 来 制作员 怎么了 马有德丹良那几个人 来了不正 那他不是什么人啊 队长 要不要拿下 先不要打掌公司 这里不是我们的底盘 认出来再说 可是这女的一直也不回头 咱看不着她们正俩 找什么急啊 先把我们跟着 走 是 给老大五十活 在西安中累穫吃饭的时候 跟他打过照片 当年晚上我们就被特务伏击了 你说她们是特务啊 不好说 你是不是暴抱了 我当时牛猎 希望他不要被发现 行到 他跟我走 后面有个人 赵雪儿 去那边 你们俩 去那边 你们俩 去那边 雪儿 在这儿看看 好 小蕾 跟我进去 没有 去那边看看 在哪里 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这样 你得开啊 你不要这样 去那边 发什么去 回家 没问你 问他呢 回家 对不起啊 认错人了 老尉 老尉 现在没事了 他们已经走了 怎么回事 我不是一直跟着马友德那伙人吗 刚刚他们在盯你们的烧 还说要看看你正审认人什么呢 我估计你可能已经暴露了 只是他们还没确认而已 那带头的是不是姓氏 不知道 不过有人叫他队长 你也认识 我在新安城见过 果然是个特务 刚才昊志哥还提醒我呢 说马友德带的保镖当中 有个人很可疑 就姓氏 他到处打听神龙显灵的事 还在问村里有没有八路居 幸亏我们谨慎 不然就麻烦了 那现在怎么办 先不要打草惊蛇 通知队员们 先不要回村子里 等他们走远了再说 行 你老笑啥 是不是 我穿成这样 特别扭 不是不是 我觉得你特好看 比新娘子还好看呢 说啥呢 我得回去了 小灵 别走啊 队长不是说 让咱俩把戏做足了吗 那你不许挤兑我 我没挤兑你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其实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特好看 思喜哥 其实 有件事 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咱俩 你别对我那么好 咱俩 不可能 为啥呀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你是个好人 以后 肯定能找到比我更好的姑娘 可是 我觉得没有比你再好的了 咱俩这辈子没缘分 咱俩这辈子没缘分 下辈子 我还能遇见你 哎 向凌 思喜哥 新娘子跑了 你怎么不追啊 追也没有 追 我们这辈子 你俩跑来干什么来了 我下辈子还能遇见你 向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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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了 没有你 我怎么活啊 不玩了不玩了 咱们也比不过他 谁让人家 是浪里白条呢 凌 凌 小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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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 又比上了 谁赢了 还用问吗 我都觉得没意思 说点正事啊 刚才颜三过来了 带队长口信 让咱们大家 先在外面活动的 先不要进村 什么意思 有家不能回啊 不是 村也来了五六个人 感觉不对劲 里面好像有特务 特务 那不正好吗 咱们关门打狗 把他们给收拾了 可队长说了 不要轻举妄动啊 听他说 鬼子来了他跑 特务来了他还跑 咱们就游击队 改名叫淘宝队得了 那也得听命令啊 丁兄们 谁跟我去 把狗头给消灭了 我去 我去 马二哥 你可一定要跟我哥说 让他赶紧来接我 这里实在是太闷了 姐 包在我身上了 你赶紧回去吧 外面一日都读 咱们就这么回去了 那你说怎么办 留得一天了 连个八路也没碰着 光听沈鲁显灵的事 是我的真正事 那咱们回去以后 怎么跟渡边太军交代呀 实话实说呗 咱们那个台军 言太多 边瞎话闷不了他 咱们那个事 你放心 台军答应你了 不会失言 那就好 那就好啊 倒是那个篮位 没有清楚他路数 他路数据 他现象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我看此人颇有些江湖气啊 倒像是个独行大道 那你让我去 走 飞飞 都来了 有我个人 都来了 有我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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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做好准备 听我的口 一个都别忘了 是 你信一调 那你二当家的干不干的 既然 他跟狗特伍是一伙的 对他也没什么客气 好 你干什么 行政举销 撤退 为什么撤退 别废话 你们俩把他带到 走 走 丁水妹 你说说 你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我组织同志们打特伍打汉奸 我有什么错 倒是你队长同志 我得问问你 你总拦着我们行动 你安得什么心啊 我不是命令过你们不要擅自行动吗 可我认为你的命令是错的 特伍既然到了我们的地盘 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把他们连锅端了 这样还能消灭特伍的嚣张器 我早就说过 我们目前的战略目标是要保存自己 在发展壮大之前把鬼子吓走 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你把那几个特伍打死 那鬼子还不很快就杀回来 可我们也不能做缩头乌龟吧 这样完全有把握的仗为什么不能打 我倒觉得应该多打 这样同志们才能够在战争中得到锻炼 神龙一个人都敢跟鬼子斗 更何况我们这么多人哪 你这是狡辩 我这是讲理 你别讲不过理了就给人扣帽子 丁水妹我对你忍无可忍了现在 我建议 对丁水妹的错误进行通报批评 关两天禁闭 大家有意见吗 对啊 老魏 你们俩冷静一下 有话可以好好说吗 我没法冷静 再这么下去这活没法干了 不干就走人 没人走 水妹 就算走我也得先处分你 处分就处分 不就是关禁闭吗 禁闭室在哪儿啊 队长 咱还没禁闭室呢 没禁闭室 没禁闭室 没禁闭室关柴房 关就关 不是 太不像话了 有很看便室 太突然了吧 都不跟我打个招呼的 我告诉你 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 只要人家能看上你 咱们就挑个时间 把这事情给办了 教教 你爹妈都走得走 我最大 我说了算 我不答应 洛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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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肚子疼 水妹你干嘛呀 我肚子特别疼 我告诉你水妹 你可别诈病了 我没有 水妹 不行了我 你没事吧 肚子突然特别疼 那我去给你叫大夫啊 不用 我这是冷毛病 回去吃点药就好了 那那我去给你拿药 不用 你还要放哨 我吃完自己就回来了 那那行吧那 那你吃完药就回来啊 嗯 过去吧 哥哥嫂子 我要去找神龙了 如果你们在天有灵的话 请保佑我 准备 好 小姐我们真的要走吗 废话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打去弹鼓啊 可是只有我们两个人也太危险了 你新安城在几里地啊 有什么可危险的 走 哎姑娘等一下 干什么 你要去哪儿啊 我啊四处逛逛逛 太好了咱们顺路 顺路 顺路 对啊 我们准备去新安城 你反正没有目标就跟着我们一块呗 这也叫顺路啊 姑娘 我们不会白坐你船的 我们给你船钱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钱的问题 是我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去办 没关系 你办你的事儿 我们不打搅你 走 我还没答应你们呢 慢点儿 看你们这样子也不像是逃难的 不会是卷包会吧 你说什么呢 这是我们家大小姐 大小姐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 骆小新 她叫川梅 你呢 我叫丁水妹 水妹啊 你好 我们真有缘分 缘分 当然了 百年修的从船渡 当然是缘分 行行行 有缘分 有缘分 大小姐 你们可做好了啊 走了 走 老魏啊 水妹已经关了一个晚上禁闭了 该把它放出来了吧 好 来 集合 集合来 快点儿 四景 到 去把丁副队长放出来吧 包括队长啊 丁副队长 昨天晚上回家吃药去了 什么 回家吃药了 是 她说她吃完药就回来 可是一直到今天早上都没回来 水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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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魏 她应该是回来过 收拾过东西就走了 我想应该是出远回来 四景 昨天晚上丁水妹 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没什么反常的举动 我俩还聊了好一会儿呢 你们聊什么了 聊什么了 哦 对了 她说她要去找神龙 跟队长比枪法 队长 你说她不会真的去找神龙了吧 这简直是胡闹 还有你 你最近也魂不守舍的 到底怎么回事 队长 都是我的错 你处分我吧 处分你有个屁用啊 等找到丁水妹之后 你们俩一块儿关紧闭 她应该没走远 咱们赶紧分头去找 好 洛小姐 你在干吗呢 我们小姐画画呢 感情 你家小姐还挺多才多艺啊 当然了 我们小姐可是洋学堂的高材生 行了 别替我吹牛了 什么高材生 我看看行吗 水妹 你给我提提意见 挺好挺好 真像啊 别说好听的 提提你的意见 我也没啥意见 我就是觉得吧 没我们村里的刘半仙 画得喜庆 这要是过个寿 都不好意思往外挂 你懂不懂啊 这叫艺术 我就说了我不懂嘛 是你们非让我说的 水妹 下回你做寿的时候 我给你画幅喜气的 行啊 这船晃得挺厉害 我帮你撑稳点 你好好画 画着玩呗 主要是抒发心情 不在于画得好坏 你们读书人 说话就是文邹邹的 对了 你说有重要的事 什么事啊 我要找一个人 什么人 心丈人 不是 是救命恩人 他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只知道他武艺高强 会飞檐走壁 而且枪法特别准 我给他起个外号 叫神龙 他说这个人 好像我们大少爷呀 大少爷 是谁啊 就是我哥 叫骆大明 他是干什么的 他呀 浪迹江湖 四海为家 行侠仗义 除暴安良 你们不是大乎人家的孩子吗 他从前比较叛逆 不爱读书 不爱做生意 只要武道弄枪的 后来就从家里跑掉了 骆大明 难道是他 这个神龙 怎么就成你的救命恩人了 这个说来话长 等找到你哥 问清楚了再告诉你 什么呀 搞得神神秘秘的 那要怎么才能找到他 他呀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保不起哪天他就出现了 这儿 哟 今儿不错呀 来了三小娘们 大梅子上哪去啊 哎你们放尊重一点啊 这是我们家洛大小姐 嘿 感情还是个大小姐 有良美症吗 好 小的悠眼无珠 收枪 没事了 换我们过去吧 还不让开 走 哎 你们拿的什么 这么厉害 没什么 是我舅舅花钱托人办的特别通信证 那些白博还直朝咱们敬礼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有钱 就是好啊 哎 队长 你也出来了 有没有丁水妹的消息 刚刚啊 我碰到一个打鱼的老哥 他说看见水妹把羊头装走了 那怎么不去追啊 去了 可没想到啊 鬼子在那儿建了一个据点 把水路都给封了 我过不去啊 那怎么办 有没有别的路 没事儿 我们可以绕路 好 我跟你一起去 好 走吧 队长 站好了 站好了 哎 站住 站住 干嘛呢 你们 杨铭城呢 不是刚查过 怎么又查呀 哪那么多废话 我们骆达小姐 要去新安城投亲去 那也得要证 给你 大学姐 对不起 对不起 华姑娘 太决 太决 他们有特别通信这儿 让开你过去吧 过去 哎 爹 啊 现在的没有了 华姑娘 把华姑娘给我抓起来 小心 怎么打着你啊 哎呦 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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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 跑直至 snail 华姑娘